离婚之后 赵丽颖也是重新回到了娱乐圈之中 虽然说工作也是很繁忙 但是孩子的事情也是更重要了 有知情人表示 如今赵丽颖接系 其中一条就是必须要把儿子带在身边 如此一来的话 才能更方便的照顾宝宝 只不过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赵丽颖如今又做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赵丽颖已经在上海 给孩子抱了幼儿园 估计今年9月1号就要正式入园了 而且虽然自己工作繁忙 但是也会在上海持续带上一段时间 为此还推掉了不少工作机会 其实上海的教育资源丰富 再加上银宝自己也经常在上海住 所以在上海抱幼儿园 无疑是最佳选择 从赵丽颖同行的工作人员 分享的金框上来看 赵丽颖基本上也都是在上海活动 此前很多人对于赵丽颖 与冯绍峰离婚表示不解 一般普通家庭为了孩子可能会隐忍 可明星结婚离婚跟过家家一样 昨天秀恩爱 今天就说巨少离多感情不和就离婚了 可怜的也是他们孩子 但从现如今的诸多举动上看 赵丽颖真是个负责任的母亲 毕竟孩子只有跟着妈妈才是最好的 小赵又有钱 他父母可以帮忙照顾 如果两人是因为婆婆离婚 更应该把孩子争取过来 其实赵丽颖选择自己陪着孩子 也是被现实教育了一把 女乡人性格的她 选择视野忽视了与孩子的陪伴 孩子那么久不见妈妈 陌生也是正常的 毕竟再多的物质也没法弥补母爱的缺失 三岁以前是依赖其 谁赔得多孩子自然喜欢谁 其实可以看出 赵丽颖对于自己的儿子是十分的上心 不仅给他最好的物质条件 毕竟离婚之后对孩子亏欠太多 赢宝也是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弥补 赵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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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颖